朱利亚克瓦克·朱雷克·麦斯是一位来中国打拼的俄罗斯女孩,在俄罗斯家里时,她并没有到中国工作的念头,因为在她看来,作为一个女孩,还是待在家里最安全。 然而,俄罗斯的经济持续恶化,朱利亚很难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。 在一个同乡的劝说下,一起来到了中国,为什么选择中国,而不是欧洲作为闯当的地方呢? 朱利亚的理由很简单,听说中国人不歧视俄罗斯人,这位对自身安全非常注重的俄罗斯女孩,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后,就开始放松了自己的警惕。 她目前在一家服装店当拍摄模特,以展示店里漂亮的衣服,促进销量。 刚开始工作时,她每天必定会天黑之前回到住所,而现在,每天夜晚十点钟完成拍摄任务后,她会和同乡在夜市上逛到凌晨才回去。 朱利亚的改变是迅速的,再被问到原因是,她笑着说,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的安全问题,然后你就会知道答案。 朱利亚说,许多从未去过中国或打算去中国的人可能会想,中国安全吗? 中国是一个幅云辽阔的国家,占地960万平方公里,又是4亿多人口。 它的文化和习俗可能相当复杂。 中国的夜晚安全吗? 许多人说,在他们的国家里,半夜出去玩是不安全的。 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,如北京,上海和深圳,人们熬夜很晚,甚至还有许多24小时营业的小商店,夜间活动也很丰富。 所以在这些很少睡觉的城市,出去逛逛是安全的。 安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到处都有摄像头。 虽然我住的地方,这是深圳的一个小村庄,但在午夜回家的路上,我感到很安全,有街灯和摄像头。 据说,每个业主都必须安装一个摄像头,以满足书房要求。 我经常看到国际新闻报道的枪支暴力或爆炸,这些可怕的事情通常发生在拥挤的地方。 中国也一样吗? 否,中国公民不得携带枪支,即使巡警也不携带枪支。 此外,每个地窃口都需要进行安全检查的X光扫描,即使是刀子也不允许携带,因此,你可以再不用担心,有炸弹或枪炮的情况下处去玩。 中国人民怎么样? 中国人很好,他们愿意绑住新来的人。 当他们看到外国人时,有些人渴望和他们一起自拍,更不用说帮助他们了。 他们认为外国人很帅很漂亮。 此外,许多人热衷于做志愿者,他们服务于公交车站、铁站和旅游景点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他们随时可以为你提供帮助。 我记得上一次去中国东北的哈尔滨,那里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有一次,我们没有拿足够的零钱,资源人民币乘公共汽车。 所以我的朋友丢了十元进去,当公共汽车司机看到这个时,他让我的朋友坐在车位附近,向下一位乘客收钱。 他只是想让我们拿回额外的钱,这种行为在我的生活中从未发生过。 中国人的诚实和热情,触动了我的心。 中国的食物安全吗? 中国菜很有名,你可以试试。 大而标准的餐馆当然是安全的。 然而,你应该知道街头的食物,虽然它们既便宜又可口,但它们是不安全的。 一些厨师会用劣质的材料来确保它们获得最大的利润。 虽然不是所有的街头食物都是坏的,但当你外出的时候,保持健康是至关重要的。 中国的交通安全吗? 中国人口超过14亿,非常拥挤,特别是在大城市。 仅仅遵从绿色步行信号是不够的。 在中国,有些人会忽略交通的,特别是那些开车的人经常开得非常快。 所以你应该小心注意附近的乘客、摩托车手和汽车司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中文字幕提供